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 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耶稣素来爱玛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 听见拉撒路病了 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 然后对门徒说 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门徒说 拉比 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砸你 你还往那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 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 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至跌倒 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 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 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说了这话 随后对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 我去叫醒他 门徒说 主啊 他若睡了 就避好了 耶稣 耶稣这话 是指着他死说的 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了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拉撒路死了 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 这是为你们的缘故 好叫你们相信 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 多马 又称为低土马 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 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 耶稣到了 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 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六里路 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 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 就出去迎接他 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 马大对耶稣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 你无论向神求什么 神也必赐给你 耶稣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 马大说 我知道 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马大说 主啊 是的 我信 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马大说了这话 就回去 暗暗的 叫他妹子 玛利亚 说 夫子来了 叫你 玛利亚听见了 就急忙起来 到耶稣那里去 那时 耶稣还没有进村子 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玛利亚 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 见他急忙起来出去 就跟着他 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 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 说 主啊 你若早在这里 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看见他哭 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 就心里悲叹 又甚忧愁 便说 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 请主来看 耶稣哭了 犹太人就说 你看 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 其中有人说 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 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 耶稣又心里悲叹 来到坟墓前 那坟墓是个洞 有一块石头挡着 耶稣说 你们把石头挪开 那死人的姐姐 马大对他说 主啊 他现在 必是臭了 因为他死了 已经四天了 耶稣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 神的荣耀吗 他们就把石头挪开 耶稣举目望天 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 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 是你拆了我来 说了这话 就大声呼叫说 拉撒路 出来 那死人就出来了 手脚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巾 耶稣对他们说 解开 叫他走 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 见了耶稣所做的事 就多有信他的 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塞人的 将耶稣所做的事 告诉他们 祭司长和法利塞人 聚集公会 说 这人行好些神迹 我们怎么办呢 若这样游着他 人人都要信他 罗马人也要来夺 我们的地图 和我们的百姓 那中有一个人 名叫该亚法 本年做大祭司 对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什么 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 免得通国灭亡 就是你们的益处 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 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 所以预言 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 也不但替这一国死 并要将神四散的子民 都聚集归一 从那日起 他们就商议 要杀耶稣 所以耶稣不再显然 行在犹太人中间 就离开那里 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 到了一座城 名叫以法莲 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 犹太人的愉悦洁进了 有许多人从乡下上 耶路撒冷去 要在节前洁净自己 他们就寻找耶稣 站在殿里 彼此说 你们的意思如何 他不来过节吗 那时 祭司长和法利塞人 早已吩咐说 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 就要报名好去拿他